欢迎有往昔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昏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18集 不可能的 他从来不睡懒觉 就算是在睡觉 也得把他吵起来 不然又没机会了 陆母看了眼时间 再算一下时差 说道 可是他那边才七点多钟呀 七点多也起床了 陆悠悠生怕母亲把电话给挂了 而就在这时 电话被接通了 喂 陆霄的声音传来 陆悠悠激动的 差点就把一个鸽子叫了出来 又及时意识到不能开口 赶紧把嘴巴捂上 陆母看她那样子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对着电话里说道 儿子 妈没吵到你睡觉吧 没有 你说 陆母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向身旁的女儿 陆悠悠连忙示意她说话 不然 该被陆霄发现破绽了 妈 陆霄迟迟没有等到声音 又唤了一声 陆母回了回神 哦 我这边啊 刚刚信号不是很好 你那边能听见吗 我可以听见 你说吧 陆霄这个语气 明显是以为 母亲是有什么事 可关键是 陆母也没什么事呀 陆母瞪了眼陆悠悠 都怪她 但是也不忘说道 呃 那个 也没什么事 就是问你这两天在干嘛 你跟悠悠联系了吗 一直在忙工作的事 后面那句 陆霄直接给无视了 陆母同情地看了女儿一眼 也更加确定 这两人 肯定是闹别扭了 陆母就随口问道 那工作还顺利吧 呃 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妈 我催了一周而已 离三个月还很远 现在问什么时候回 是不是太早了 陆母一脸善善 妈还不是担心 悠悠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吗 这丫头也是的 叫她来老宅住吧 她又不肯 哎 一个人在家里 我担心她憋坏了 不会 这个 她说了那么多 就换来陆霄两个字 再看看旁边的女儿 这会儿小嘴缺的 都能挂水壶了 也不知道这丫头 怎么把她哥又给惹生气了 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 陆母只能又问 那你到底有没有跟悠悠联系啊 有 你骗人 你都两天没有理我了 陆悠悠想都没想 就对着电话喊了一句 喊完之后 她懵了懵 陆母更是无语 直接给她一句 瞧你这点出息 陆母的声音不大 说完之后 就无语地摇摇头 把手机丢给她 起身走了 懒得再管他们俩 陆悠悠看着手里的手机 此刻简直比烫手山芋 还要让她忐忑 真想拿块豆腐来 一头撞死算了 不说我就挂了 陆霄的声音 又从电话里传来 你赶快来试试看 陆悠悠赶紧将电话拿过来 关了免提 贴在耳边 电话那边 又没声音了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我信息啊 反正已经被陆霄知道了 陆悠悠 索性就大大方方地 接起电话 现在不是接了 这是妈打的 要是知道我也在的话 你肯定不接 你的手机 陆悠悠愣了愣 把耳边的手机拿下来一看 哎呀 真是蠢死了 居然拿自己的手机 让老妈打 主要是刚刚太激动了 完全没注意 丢死人了 陆悠悠正打算把电话挂了 但是又隐约听到 陆霄那边好像有人说话 而且还是个女人 这么早 谁在她房间 陆悠悠敏感地问道 是不是有人在你房间 你等一下 陆霄落下话之后 陆悠悠就听到 电话里有嘻嘻嗦嗦的声音 紧接着听到开门声 然后就是 陆悠悠竖着耳朵 想听清楚那边的对话 但是只能隐约听到个大概 而且对方说的都是英文 其中最为清楚的 就是那句亲爱的路 陆悠悠握着手机的手 扣得紧了紧 怪不得这两天都不搭理人 看样子是有心欢了 一气之下 陆悠悠把电话给挂了 再也不要理她了 陆悠悠正坐在沙发上 生闷气 陆母又从房间里出来了 悠悠啊 网上报的新闻 是不是真的 什么新闻啊 陆悠悠兴致缺缺的问了一句 就是关于顾水跟顾泽的新闻呀 哦 那些都是顾水那老公 狗急跳墙编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真的 可是这医院 怎么替顾泽发了声明 说什么顾水主动追求顾泽 还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 这才导致顾泽陷入插足风波的 陆母边看着手机里的新闻 边说道 啊 在哪看到的 给我看看 陆悠悠连忙从沙发上下来 拿了母亲的手机看了看 还真是医院发的声明 内容也就是母亲刚刚所说的那样 但是声明中的内容更直接 而且更过分 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我院护士 与副院长婚外情一事 本院再次做出声明 首先 我院为此事 已经做出相关调查 以及对当事人做出处罚 作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 我院副院长顾泽同志 优负群众对他的期望和尊重 可借此向广大群众 表示真挚的歉意 但关于顾泽同志 插足他人婚姻一事 我院也第一时间 做出相关调查 并从中得知 当事人起初主动追求顾泽 并各种示好 而且隐瞒了自己已婚事实 从中得到转正的好机会 顾泽在得知对方已婚后 非常懊恼 也非常自责 并表示 不会再与其继续来往下去 其次 院方为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 再次决定 对顾泽同志 做出停职处罚 另一名当事人品行不良 心态不正 过夜将对其做出开除处罚 陆并并看到这条新闻 简直是要气爆了 这个顾泽 前脚还把顾水护在手心里 后脚怎么可能把全部罪责 都推到顾水头上呢 明明就是他对顾水死缠烂打的好不好 不行 他一定要替顾水讨为公道 妈 我电视出去一下 陆并并把手机还给母亲 从一架上拿了外套和包 匆匆地就走了 你去哪儿啊 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回头再联系吧 陆并并已经走了出去